1989年6月4日凌晨,持续近两个月的学生运动,在总理李鹏宣布戒严后,抗议运动被强行以武力镇压并清场。据估计,此次运动而罹难的平民接近万人。天安门事件后,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高层被撤职,而这些抗议者被清除天安门仅一周多后。 1989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一份通缉名单。搜捕高自连再逃分子通缉令,列出了21名再逃学生。 这21名学生都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成员,他们的图片在全国各地反复刊登。 这份名单从此成为六四事件中最受关注的学生领袖。 最终,这21名学生包含自首在内,共有14人被捕,而其他其人则成功地逃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到今天,尽管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中国政府从未撤销通缉名单。 这21名学生在被捕或逃亡后都有不同的经历,接着介绍这些学生领袖们,后来都过得如何。 通缉名单第一位,王丹。 1989年时,王丹20岁,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六四镇压后,是全国通缉名单上的第一位。 王丹最初藏在安徽省一个亲戚的家里,但觉得逃亡生涯不是他的性格所能容纳的。 后回到北京,并于1989年7月2日被捕。 他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但于1993年提前获释。 两年后,因请求释放其他因参与抗议而被监禁的人,他再次被捕。 被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1年。 1998年,王丹保外就医,前往美国。 流亡后,王丹十分积极,参与民运活动。 他在200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 2009年起,先后在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中正大学任教。 2017年7月离开台湾,返回美国。 现场居台湾、美国等地。 无尔开西。 1989年时21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是通缉名单上第二位。 1989年4月,组织成立北京市临时学联,为北高联前身,后改名为北高联,并担任第二任主席。 当年,曾作为学生代表,与当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对话。 六四事件发生后,惊人秘密原旧,由香港离开大陆,流亡美国。 1994年与台湾女友赴台结婚,1996年定居台湾,1999年入籍中华民国。 于2008年在台湾开设科技公司。 为了回国与家人相见,乌尔开西先后三次试图,经澳门、日本与香港返回大陆,要向中共当局自首,但均被驱逐。 后于2014年,宣布参加台中立法委员补选,于2016年立法院大选,但最终均退选。 现居台湾,从事金融业,并任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刘刚,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六四后,在通气名单上名列第三位。 在通气令发出三天后,于河北保定火车站被捕。 后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六年。 1995年出狱后称,被吉林警方持续骚扰。 隔年,经香港流亡到美国。 199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硕士。 2006年与美国纽约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 现居美国纽约,任职与美国花旗银行,仍活跃在网上发表文章。 柴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研究生,通气名单上第四位。 1989年时23岁,是另外一位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妻子。 柴玲是天安门绝食指挥部总指挥,也是保卫天安门指挥部总指挥。 于1990年辗转逃往法国,后与封从德离婚。 柴玲来到美国后,先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 与一美国人结婚,育有三个女儿。 2008年,在美国波士顿创立电脑公司。 2010年6月,柴玲成立女童之声,维护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命权益。 2012年,以信奉基督教的柴玲,提出宽恕主导六四镇压的邓小平及李鹏等, 引发王丹等民运人士不满。 与现任丈夫居于美国,担任网络公司总裁。 周封锁 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通缉名单上名列第五位。 6月13日,在家乡长安三桥镇被捕,在隔年6月获释。 获释后,被清华大学开除学籍。 至1995年,获准出国到美国芝加哥进修。 2000年与王丹、刘刚、熊燕等参与起诉李鹏行动,但并未成功。 2014年,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重返天安门广场,但玄机被警方拘留并驱逐出境。 后制香港参与雨伞运动,七天后返美。 目前居于美国,专注营运其余2007年创办的组织《人道中国》。 迪伟民。 原北京经济学院学生,通缉名单上第六位。 先后藏身于乌鲁木齐与昌吉等地,因筹办纪念六四事件一周年活动被捕。 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四年。 刑满释放后,因酬组中国民主党,被公安列入长期监视黑名单。 2013年,参与首次民间六四罹难者公绩。 目前于河南一家私人企业任职。 梁晴敦。 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学生,任吴尔开西的副手,为通缉名单上第七位。 在黄雀行动澳门工作人员协助下,出逃至美国。 1994年,曾申请回国,遭聚。 2009年居台湾,后迁往澳洲。 王正云。 原中央民族学院学生,通缉名单上第八位。 后于同年7月,在云南被捕。 至1991年7月获释。 2006年,向丰从德透露,正在中越边界高山上种植香蕉, 可能继续受到当局监控,生活状况较差。 后居中国云南。 郑旭光。 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通缉名单上第九位, 曾参加与总理李鹏对话。 在1989年7月被捕,判刑两年。 获释后,于1996年起,任职民营企业。 2005年,获邀参加赵紫阳丧礼。 郑旭光原居于北京从事股票投资,2019年出到美国。 马绍芳。 原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学生,在通缉名单上第十位。 逃亡广州后,6月13日被捕受审, 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三年。 出狱后,先是在北京与朋友开公司, 一年后,被警方强行遣送回到江苏老家。 其后到深圳发展。 现居深圳,担任两家公司的行销和管理顾问, 仍有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并受警察监控。 杨涛。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通缉名单上第十一位。 同年6月16日,在甘肃被捕,隔年9月获释,被开除学籍,后在广州工作。 1999年,被以偷税漏税的罪名,判刑四年,于2003年5月刑满出狱。 现居中国江苏一家公司工作。 王志欣。 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曾参加于李鹏对话,为通缉名单上第十二位。 同年12月,在新疆被捕,关押至1991年6月获释,继而被开除学籍,并遣返山西。 现居山西,于一家医药器械公司工作。 封从德。 原北京大学研究生,通缉名单上第十三位。 与当时的妻子柴玲,历经十个月时间逃出中国大陆,偷渡香港后再赴法国。 1990年,两人到美国之后离婚,各自求学。 2005-2008年间,于纽约中国人权组织担任发言人。 目前居于美国,从事网页资料库设计。 王超华。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通缉名单上第十四位。 躲藏近一年后,经由香港营救赴美,入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8年获博士学位。 目前居于美国洛杉矶,以独立学者身份活跃于学术界。 王有才。 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通缉名单上第十五位。 被空气图组织上海学生继续反抗,1991年1月被判刑四年。 1998年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十年。 2004年3月,获准保外就医,及时赴美,担任哈佛大学费政卿中心访问学者。 目前居美国纽约,任风险管理经理。 张志清。 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通缉名单上第十六位。 1991年被捕,后获市移居美国。 张伯利。 原北京大学作家班学生,通缉名单上第十七位。 通缉令发出后离开北京,辗转来到黑龙江边境藏身。 1991年6月逃至香港,取得美国政治庇护,两天后抵达纽约。 2000年成为牧师,现居美国洛杉矶,主持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出任主任牧师。 李璐。 原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系学生,通缉名单上第十八位。 后辗转前往美国,或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投身金融业,现为成功投资家。 2010年9月,随同股神巴菲特及比尔盖兹前往中国,进行为其四天的慈善行。 此次李璐成功回国,且未被逮捕。 现居美国,任职一家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 张明。 原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学生,通缉名单上第十九位。 9月份在广东深圳被捕,1991年1月被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求三年。 出狱后于上海经商。 2003年时,被以职务侵占罪判求七年,2006年获准保外就医。 目前居于吉林老家。 熊伟。 原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通缉名单上第20位。 6月15日被母亲带网向警方自首,关押一年后获释。 出狱后一度抑制消沉,曾卖水果为生,其后定居美国。 熊燕。 原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曾参加与李鹏对话,通缉名单上第21位。 于6月15日被捕,1991年获释,被开除学籍。 隔年到香港,6月流亡美国,入读波士顿大学。 1994年入伍美军服役,担任随军牧师,曾在伊拉克服役。 目前仍在担任随军牧师,少校军衔,驻扎在亚利桑那州。 入渗牧师,用左聂军牧师,选手宫。 1953年入院、石原子。 1954年入院、石原子。